首先我们先设置一下分辨率和相机的拍摄模式 好了,我们首先开始设置检视模式 慢一点,放在setup这个模式下 然后选择到这个检视 Auto Reveal模式吧,Auto Reveal,选择off 这样的话呢,我们拍完一张照片后呢 能迅速进入准备状态 不会自动在停留几秒钟以后再开始拍摄下一张 现在我们把HDMM分辨率设成自动 好了,接下来我们去设置一下这个拍摄模式为遥控器模式 放在相机设置这个地方 然后选择Driver Model Driver Model 然后选择Remote Control 选择确定 然后退出 关机保存 好,相机的这个设置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先放在设置 找到自动检视这个菜单 按确定,把自动检视放到关的位置 对 好,反挥 然后呢,我们接着去设置红外拍摄的这个模式 在这个里头先直接把HDMI开 对,我们把HDMI打开 对,我们把HDMI打开 HDMI分辨率 HDMI分辨率 设成自动 这样我们再返回拍摄那个菜单 不是,不是 HDMI开关 HDMI开关这个影响不大 现在可以返回的 返回 返回到拍摄相机 到相机这个地方 进入相机的拍摄模式设成 把拍摄模式设置成 摇空器模式 确定 好,这个时候我们相机的设置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好,关机做一次保存 嗯 下面我们接下来是个模块的接口 右侧这个白色插座 这儿呢 是我们的AV输出 在这个PCB上呢 我们已经标出了AV输出的这个字符 A呢 就是Audio V呢 就是Video G呢 就是GND 信号D 嗯 接下来呢 左这个 这个 指的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的光纤的安装孔 左右各有一个 我们的光纤呢 就是插在这两个孔里别住的 中间呢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红外发射信号灯 呃 背面那根 我们看一下背面 背面呢 右侧这个地方 这次 这个中红尘这三根线呢 是我们的快门控制线 这个呢 是用来接的遥控接收机上的 呃 左侧的这个大的这个排叉呢 是HDMI的 迷你HDMI的接口 是用来连接的相机上的 好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 我们如何去安装这个光纤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安装光纤 安装光纤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把光纤的孔的两边呢 稍微打磨一下 以免锋利的这个端口呢 会把光纤割伤或者割断 现在呢 我手上这个呢 是一个小错 这个错呢 就把光纤的这个入口端去打磨一下 好 我们现在去看如何打磨 对 在这个口上 你如果用户有小错 稍微错一错 让这个口啊 稍微圆滑一点 嗯 另外一个也 也错一下 好 翻过来也是一样的 只是要把这个口端面去磨一磨 磨圆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去演示一下怎么去安装这个光纤 嗯 首先我们安装光纤之前呢 准备好我一把锋利的壁纸刀 嗯 因为光纤的端面呢 尽可能的切的平整一点 然后这样传输光纤的效果呢 才会更好一些 嗯 好 我们把光纤拿出来 要把光纤斩完 看演示一下怎么穿 先从右侧的那个孔穿进去 穿过去大概拉个五到十五厘米左右 然后从左侧的孔穿进去 好 那边呢露出个一厘米左右 然后把这个拉紧就行了 好 我们来一个特写 看光纤呢紧紧的包在这个红外发射管上 再来一下这个角度 看 跟我的镜头垂直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得见了 对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利用的是这个光纤的侧漏光的方式 来去对光红外线的传输 现在我们把多余的那部分呢 用这个剪子把它剪掉 用切口纤把多余的那部分剪掉 留个两毫米左右 两三毫米就行了 好 那头拉紧 注意注意呢 这个光纤呢 不要走这个直角丸 就让它自然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天一定要拉紧 让边狠ә的那类 lonely 让那个光纤的浏贴 这个紧贴的这个红外观 对 嗯 我们现在量一下我们需要具体的光纤的长度 稍微给光纤赋予一点余量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光纤的红外接收窗 你用一个东西指一下 对这个位置 对这个位置就是红外纤的光纤窗 我们留一点余量把这个多余的部分剪掉 剩下的这一部分光纤呢 我们把它留着下一次再使用 为了让光纤传输效果更好呢 我们把光纤的端面切一个小小的斜口 对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红外窗这个地方呢 传输信号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光纤啊 对准光纤的那个端面切口端面呢 对准相机的红外接收窗 然后用胶带呢 把它固定在上面 这一点呢至关重要 如果对不准的话呢 在遥控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信号变成的 就时好时坏的那种现象出现 好 现在我们用胶带把这个光纤啊 粘在这个红外接收窗上 有条件的时候呢 可以用深色的黑色的胶带 因为黑色的胶带呢 更不容易 抗干扰性会更好一些 不容易受到这个其他可见光的影响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3015G和相机的连接模式 有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呢是相机的主体 然后呢 第二呢是3015G的模块 现在已经是装在了这个相机上 然后呢还有一根快门线 快门线呢是跟接收机连接 遥控接收机连接 遥控接收机需要自己的供电 供电的电压呢 是4.8V到6V这个范围 3015G的另外一根输出呢 是AV线 AV线呢和我们的一个显示器连接 或者是跟图传电台连接 那我们接收机上呢有一个通道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设置的是AOX2这个通道呢 跟我们遥控器上的一个开关 三档开关所对应 上档 上档呢是照相 是拨到中档呢是停止 停止照相 拨到下档的时候呢 是开始录像 当再次拨回中档的时候 是停止录像 这个需要注意事项的地方呢是我们每次在开启电源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开关必须是放置在中档上 否则的话可能会引起录像状态的混乱 好 我们打开了相机的电源 遥控器的电源也打开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演示一下照相 你可以在前面晃晃你的手 好 我们先停止照相 照相灯的状态 对 照相的时候 灯的显示 这个LED的显示是这样的 是比较缓慢的速度 好 我们拨的停止档 停止档的时候呢 这个LED是长辆 好 那我们现在拨的录像档 录像档呢是很短促的闪烁 同时你可以 如果说相机的提示音打开 可以听到有提示的 同时我们看屏幕上呢 现在已经显示 正在录像 好 我们现在停止录像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录像和停止录像 这两个功能操作的过程中 至少要间隔五秒钟以上 否则的话 相机呢 它没有时间去处理 录像和停止录像这个指令 可能会造成录像文件损坏 如果我们的接收机 没有正确连接 或者是接收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指示灯是这种状态 一秒钟两次这样的闪烁 这样提示用户呢 去注意一下这个接收机 是否连接好了 现在把光纤固定在这个红外接收窗上 这个地方就是红外接收窗 光纤的那个端面一定要是靠近红外接收窗 这样的接收效果才是最好的 好 现在我们把它固定在这 这个胶带呢 位置固定的好 而且一定要这个胶带粘性要好 否则的话 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移位 我们现在开始 在我们开始操作之前呢 一定要确定遥控器上这个快门控制开关呢 是处在中立档的位置 这样的话处在停止位置上 否则的话呢 相机呢可能会进入混乱模式 好 我们相机的连接呢 也是这样的 这个快门控制线呢 是跟一个遥控接收机连接在一起的 然后遥控接收机需要单独的供电 这个视频输出呢 是跟我们的显示器连在一起的 好 现在我们把相机电源打开 遥控器电源打开 相机电源打开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很快呢 屏幕上就会出现这个图像 嗯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用遥控 对 这个 有些相机的 就索尼有些相机的版本呢 在连上外接的HDMI接口后呢 它会是 回放模式 回放模式 也就是回放你最后一次拍摄的那张照片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不接受任何遥控指令的 必须手工去按一次快门 好 按了一次快门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拍摄模式 这个拍摄 我们现在开始演示呢 以遥控拍摇 遥控拍照 好 做的上档 嗯 相机开始拍照 嗯 需要注意的 我们把相机的这个回放模式啊 就是检视的那个时间呢 射程 关闭 否则每拍一张照片呢 相机会自动等待个几秒钟 好 我们现在停止拍照 然后 嗯 我们演示一下遥控录像 好 相机开始录影了 再停止录影 我们在 录影 就是录像和这个停止录像这个过程中 至少要间隔五秒钟的时间 否则的话 相机呢 它处理不过来 可能会让这个 相机的录像文件损坏 好 我们就演示到这里